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一直以来刘德华健康 积极人生的态度一直是娱乐圈的标杆 也许能在娱乐圈场后30年的主要原因 帅气的外表和谦逊的性格 使刘德华一直成为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即便是现在的妻子朱丽倩恩爱了20多年 有了女儿刘相慧仍然是众人心中的男生 在和朱丽倩结婚之前 刘德华有众多的爱慕者 梅艳芳 陈玉莲 吴君如都暗恋过刘德华 王祖先更是对刘德华苦追不得 刘德华甚至曾经说 关芝林 钟楚红自己最理想的亲人 但这些绝代风华的人 自始至终都是刘德华的卑闻女友 那刘德华唯一公开承认的女友 只有余可欣一个人 余可欣被称为林青霞的接班人 曾经被琼瑶力捧 曾饰演过倚天屠龙戏中的周芷若 但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如果她不是刘德华的前女友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余可欣是谁 1983年 刘德华刚出道不久 余可欣已经是当时台湾小有名气的演员了 两人因上海13table和余可欣相识 据说刘德华对其一见钟情 两人相识时三天便陷入了爱河 相互以老公老婆称呼对方 两人在赤柱那家酒店定终身 刘德华在台湾拍戏回到香港后 二人开始了异地恋 通过书信的形式保持联系 余可欣和刘德华的合影 背面写着最亲爱的妻子 相识非偶然 一见以相牵 最爱你的丈夫 甚至在1985年 为余可欣写下 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爱你 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决定 你慢慢地走过我的生命兮兮 那是我多年来最美的梦境 来思念表达两个人的感情 其感情一度深化至 谈婚论家的地步 但因为事业考虑 不能贸然结婚 传闻称 两人还在余可欣母亲的见证下 签署了民俗结婚证书 但这个并不具法律效力 两人恋爱三年 但因聚少敌多 彼此的感情逐渐舒淡 这段感情已分手告终 但余可欣曾坦言称 两人分开是因为朱丽倩的介入 余母也说 可欣现在仍然得恨 真的很恨 余可欣说 我恨她 因为她让我的爱情不完整 殊不知爱情尽是我的生命 我的全世界 但传言称 在刘德华爆火之后 余可欣将刘德华的行踪告知媒体 之后两人关系破裂才分手的 可能是因爱生恨 和刘德华分手后 一直拿和刘德华的恋情说事 甚至经常毫无怜耻之心的 拿和刘德华爱恋说事 甚至还出了一本 《晴海星空》 我与刘德华来向世人介绍 与刘德华的亲密过往 甚至自曝自己的初夜 是被刘德华夺走的 当刘德华被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已经无所谓了 时隔多年 只怪自己年少无知 但所谓的第一次 只不过是刘德华在两人认识的第四天后 在他家的地板上借宿激情过后 我们俩人在这间充满穷瑶市的 梦幻小屋中沉睡过去 他趴在我的身上睡着 像个稚气的小男孩 这本书《余克星》极尽华言来描述 和刘德华的亲密往事 但余克星却表示 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告别过去 对于他而言 这本书是他的忘情睡 但不少网友却认为 和刘德华已经分手30年了 还不断用这种方式来蹭热度 只不过是消费刘德华 为博出名罢了 余克星和刘德华分手这么多年 还频繁地用这段恋情蹭热度 这种不断消费刘德华的行为 未免也太以言难尽了 传言称 最离谱的是余克星 直到刘德华已经结婚生子后 还向刘德华借金 对于余克星 朱立倩至今不愿意提起她 对于刘德华默默付出了 20年的朱立倩来说 余克星的行为 无异于将刘德华推向深渊 她大概是朱立倩最恨的人了 刘德华的一生 也算是一部励志剧了 从小家里条件苦 小时候还在街边摆摊 卖过早饭 受过不少的白眼 不过这样的苦日子 也让她甚至生活不易 走红后也没有忘本 努力回报 甚至为了粉丝 将妻子朱立倩隐藏了多年 一生都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 更没有什么负面新闻的刘德华 前些年啊 却被曾经深爱过的前女友 不断重伤 她就是余克星 那时候 刘德华还是一个新人 没有什么名气 也没有钱 与余克星也是年轻的情侣 爱得真诚热烈 但是仅仅三年 两人就分手了 至于分手的原因 有人说是 余克星母亲嫌弃 刘德华穷 强行猜善 但是两人分手后多年 余克星母女 又出来说 刘德华万恩负义 走红后甩掉余克星 并且说朱立倩是小三 各有各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 余克星是除了朱立倩之外 刘德华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 这足以说明 刘德华是真的爱过 余克星的 前些年 余克星再次付出 甚至大胆出书 爆出了与刘德华 当年的许多私密的事 不管是真是假 虽说刘德华没有正面回应 大众也并不诚信 但是多少对天王 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如今几十年都过去了 大家都已经是活大半辈子的了 刘德华也已经有孩子 但是余克星折腾了这么多年 已经53岁的年纪 却还是独身一人 直言自己始终没有放下刘德华 甚至希望刘德华真心 让自己生下一个孩子 作为纪念 关于余克星的这种做法 有人说她就是炒作 但是也有人说 觉得一个女人 能用一辈子来证明 也足见这份真情了 最后是难怪刘德华 不公开妻子照片 原来是藏娇 朱立倩不要太美 在如今国内娱乐圈里面说 要说起刘德华的鼎鼎大名 还没有几个人不认识 刘德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是娱乐圈里铁打的长青树 他外在条件很硬 帅气潇洒 身为四大天王 一直都有很多狂热粉丝 而内在的品德更是无可挑剔 惹衷于慈善 多年来为了公益事业 奔走 堪称一代劳模 而作为一个艺人 她的业务能力 也是相当的突出 各种代表作无数 电影里的无剑道 天下无贼 是公认的精品 歌曲里面更是数不胜数 大家一提起刘德华 就有数不尽的话题 但是一说起她的妻子 有知道多少呢 其实相比较慢 身都是辉煌的刘德华 她的妻子朱丽倩 则是要低调很多 很多人仅仅知道 她是刘德华的妻子 其余的一点也不清楚了 更有甚至甚至还不知道 她是刘德华的妻子 由此可见 她是多么的低调了 在1966年 朱丽倩出生于马来西亚 曾经她被选为 马来西亚的选美小姐 之后她又做了平面模特 从小时候开始 朱丽倩就跟随家人 搬到了吉隆坡 家里面有六个姐妹弟兄 在女儿里面 她又排老三 和很多出身贫寒 但却因为貌美 而嫁入豪门的女性不一样 她从小就有富裕的家庭 年少的时候 也常常参加选美赛 在13岁的时候 还获得了 新潮周刊选美赛的第三名 由于天生丽质 朱丽倩常常参加选美赛 更值得一提的是 她家里可不是只有她自己漂亮 她的姐姐甚至比她还漂亮 在1983年的时候 正在中学的朱丽倩 就与姐姐朱丽贞 一起参选了 杂志封面小姐 令人意外的是 她名落孙山 姐姐却被入选 至1984年 朱丽倩18岁 婷婷玉女出掌城 这时候信息满满的 她再次参加 新潮杂志的 封面小姐竞选 不出意料 这年7月 她击败众多对手 一举夺的 当时新潮小姐的季军 以及获得青春小姐称号 之后高中毕业的 她并没有继续深造 而是继续参加选美 在1985年成为了 封面小姐 朱丽倩于1986年 认识赴吉隆坡的 刘德华 在2008年 刘德华便与朱丽倩结婚 在2010年生下女儿 在2016年生下第二胎 刘德华出道很早 这么多年 也没有什么绯闻 人缘方面没得挑 和刘德华相处了好几十年 朱丽倩自身也是 很随和的一个人 温柔体贴 不争不强 有网友找到朱丽倩的旧招 顿时就明白了 刘德华这是藏娇啊 媳妇这么漂亮 难怪不怎么公布 穿婚纱的样子 简直美如花 简直不要太美 聊聊刘德华 她凭借电影《暗战》 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影帝 在拍摄《暗战》电影的时候 刘德华在电影中 首次尝试了男扮女装 刘德华尝试男扮女装的 细节处理太完美了 怪不得一局斩获影帝 你们还记得 刘德华第一次尝试男扮女装的样子吗 虽然刘德华已经拿过几次影帝了 但是刘德华第一次拿影帝 并不是很轻松 刘德华1981年就开始出道拍戏 直到1999年 刘德华在凭借电影《暗战》 来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影帝 刘德华第一次拿影帝确实是实至名归 因为刘德华在电影《暗战》中的表现 确实太出色了 尤其是男扮女装的戏份 细节处理得相当完美 让人佩服不已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暗战》这部电影 毕竟这部电影是由导演杜奇峰指导 刘德华和刘青云主演 不仅故事情节十分新颖 而且《枪战》的画面也让人热血沸腾 刘德华和刘青云两位演技派标系 一节一节让让观众过足了瘾 虽然刘德华在电影《暗战》中 有很多经典的镜头 但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刘德华男扮女装的镜头 在电影《暗战》中 虽然刘德华试验的角色是反派角色 刘青云试验的角色是正派角色 但是刘青云试验的角色 和刘德华试验的角色 有很多的互动 两人的关系显得十分轻易 因为刘德华想要依靠刘青云 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 其中有一场戏就是刘德华男扮女装 和刘青云一起去做事 看似一场非常简单的戏 但是却可以看得出 刘德华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镜头上 老实说 刘德华男扮女装的样子并不是很好看 黑色的西装搭配短发 刘德华男扮女装的样子 十足是在丑化自己的形象 虽然刘德华男扮女装的样子 不是很好看 但是却能说明刘德华已经完全放下了偶像包袱 却无疑是刘德华在演戏这一块最明显的进步之一 好看 对 对 谢谢大家